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一个人用一个就是年轻化 最近这些年有一些就是把 把那个皱纹去掉 把那个坠肉给这个化掉这种手法 可是对我们来讲是不够的 我们有动作片 而且我们是一个很主要的角色 所以我相信一定是一个 全数码全新创作的这么一个过程 几乎二十年前 我是可能是第一个开始做这件事情 后来我又做了少年派这个老虎以后 又更加有信心有心得 而且做这种东西可能也没有人像我这种经验 挑战是你人的动力的一个很大的因素 《告诉我的时候》是一个纯动作片 那我就跟他们说 我觉得其实这个题材我还蛮有兴趣的 就是你人面对年轻的时候 还有你不同的教养出来 同一个基因的人会怎么样发展呢 我就想到很多 其实还蛮有意思的议题 所以我剧本等于重写一遍 那又花了大概半年 可是里面有很多戏剧性的东西 又有情感 之后就是说我想用这个新的手法拍 摄影机都重新打造 那个机架都重新研发打造 还有动作我也想做一些突破 你知道我们120格4K3D这样的拍 你拍出来都已经难上加难的 那你还要跟别的片子去比 比故事 比情节 比各种看头 所以它难度很大 又花了很多时间去研发 它当然就是反映我自己的心情 是一个男孩子的成长 因为我这个人的志气很长 那我会想是说青春这件事情是怎么样 那到经验的人生很多体验以后 有一些沧桑以后 你回头来检视这个东西 也有窩心的地方 也有心疼的地方 那我自己也算是少年子弟江湖老了 我相信这个片子有年纪的人看是一回事 那年轻人看我想也是不一样的 希望能够各取所需 他在那个演Junior 演那个年轻人 我的时候相当感动 因为对他来讲 他从二十几岁 其实都不是在自然的生活 他已经是大名 他十几岁就很有名了 所以他一直在一个 就是极不自然的人捧的 这个就是电影工业里面成长了 生活了 他要找寻他自己就是原本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尤其看他年轻的那个表演 其实很动人 讽刺啦 野语啦 挑侃啦 年轻人老是说他老啦 他就说他有经验啦 什么这些东西 也反映他自己的人生的这种 我知道他们其实是 顾及的东西很多 他们要对整个的影迷 还有他自己的工作团 他整个的建立起来的名称 他要负责的 他愿意把它抛出来这么折腾 试试看怎么样 其实是非常非常可贵的 非常困难 制作的公司叫Weta 就是做这方面最好的一家公司 对于人怎么脸变老的研究 还有我们的情绪怎么牵动哪一根神经 哪一个细胞 因为我们这个拍法这个脸是看通透进去的 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说 科学上来讲全部都对 有的时候看起来就不对 同样一个模型 为什么这样就对 那样就不对 做这个表情 那个真是造物主的神庙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只有继续的测试 然后我在做他的脸 我比他对他自己还清楚 我天天就搞他那张脸 搞了两年 我比他妈妈都清楚 他妈妈还没有看过他的真人的大特写 我每天一个细胞一个细胞的研究 全世界包括他自己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的 可是他看怎么样 其实最主要观众怎么看 做电影我感觉越来越难 跟我想象的其实不一样 年轻的时候 经验不多犯错什么什么 老了你就越来越知道 越来越会控制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好像年轻的时候怎么做都对 虽然我很努力 我一直突破啊 想什么事情的东西 一直不断地学习 这个是蛮重要的 比较切身的感觉 其实我放在这个片子里面 就是我经验比较多 有的思路比较快 就是人家还没做 我大概就大概知道 看一个矛头 大概知道怎么样 这个经验过去比较没有 还有对演员 工作人员 比较圆滑一点 比较圆锐一点 身体各方面在衰退 蛮力比较少 那要用经验来补足 看来我们 看来我们 他一直在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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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在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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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什么如果